睡眠的缺乏,会让人自控力下降,情绪烦躁,反应变慢等,影响我们的生活,学习,尤其疫情期间,精神压力增加,导致睡眠质量下降,影响到生活质量,想要一个好睡眠,好精神,不妨用这个睡眠砖学安眠学,安眠学,为今外其学之一,善于安神助眠,清朝流洪因一门八法一书提及, 不寐,失眠是因热邪上扰心神,神散不藏所致,廖左勤教授认为少阳未香火,香火热胜则亦扰心,安眠学,位于守少阳三交经与祖少阳胆经之间,能清教少阳火热,保护心神不受扰,过而使得神藏而安眠,取学法,安眠学在守少阳三交经的一封学与祖少阳胆经的风池学连线的终点, 耳根下后方可触及,一股性凸起为乳凸,转紧时乳凸上有肌肉凸起,为胸锁乳凸肌,该肌肉厚的凹陷,平发际线上一寸处为风池,乳凸与下和脚之间的凹陷处为一封,按摩法,行指揉法,以食指,中指呈剑指,至于安眠学上,稍用力按揉,威绝酸胀感维度, 廖佐勤教授说,于临睡前按揉,配合缓慢自然呼吸,按摩约五分钟,神门学,位于手腕横纹处,从小指延伸下来,到手掌根部末端的凹陷处,此学可有两种按摩手法,第一种掐揉刺激学位,达到轻微的酸胀感为一,每次按摩两分钟,每日两次,用拇指即可, 第二种方法,左右手交替按摩两手臂的学位,每次连五十次即可,此学位适合在夜间或睡前按摩,这样效果最佳,染骨学,位于足内侧缘,足周骨粗笼下方,赤白肉剂,找准学位后,用拇指按压学位,要用力,接着放开拇指,拇指按压下去,感觉腿部肾经有强烈的酸胀感为一,这样来回重复十刀 二十次,注意两久的染骨学都要进行按摩,永泉学,它位于足底中线前中三分之一处,此学位也被称之为长寿学,顾名思义,此学位不仅治疗失眠,还是保健长寿的学位,经常按揉此学位,多多一上,睡前用手心揉搓脱脚心一摆下,感觉脚心发热,然后用大拇指按摇永泉学,按摇永泉学前也可先泡 这样脚底的毛孔都打开,更注意学位的按摩 的一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